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焦点暖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 吕昌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不足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中国 在星期三飞抵上海展开三天访华行程 美国国务院说 布林肯此行会从中方高级官员商讨一系列 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 包括中东危机、俄乌战事、台海和南海问题 并会讨论落实中美元首上年承诺恢复禁毒合作 军事交流、人工智能和加强民间交流的情况 并重新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的重要性 在访华前夕 布林肯领导的美国国务院 发布了2023年各国人权实践报告 当中指新疆维吾尔人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受害者 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政策 而在布林肯抵达中国的同一日 美国总统拜登就签署了一系列的法案 包括向台湾提供80亿美元的军援 以及自制跳动要出售社交媒体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与你谈合作之前就先捅你一刀 布林肯访华究竟有多大诚意呢? 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 在加沙 现在已经有超过三万四千名巴勒斯坦人被杀 进出密资的通道被以色列封锁 导致居民含入饥荒 但美国就说加沙没有出现种族灭绝的情况 而在新疆从维吾尔族人口的发展来说 从2000年的834.56万人 增长到2020年的1162.43万人 远高于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 在2023年新疆的生产总值增长6.8% 城镇失业率只有4.4% 绝多数的经济增速指标都是全国前列 而美国就说新疆有种族灭绝 这种双重标准实在充满美国特色 美国长期以来说一套做一套 不单止在中美两国关系恢复发展上浪费了大量时间 以及错失了大量机遇 更加令到世界各国的整体发展速度都被拖了后腿 布林肯启程访华之前 对中方进行了种种的施压和威嚇 绝对不会令布林肯的访问得到满载以归的结果 反而可能是自讨没趣 布林肯抵达机场之后 没有获得红地毡迎接的礼遇 就成为了网民的议画 虽然布林肯在上年6月访华时 北京的机场都没有用红地毡来迎接他 但当时到机场接机的中方官员 是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涂 而今次在上海接机的 就只有上海市政府外办主任孔福安 以及美国诸华大使白仁斯 给人的印象是接待规格明显降了级 有内地时事评论员就说 中国在布林肯下飞机前就已经侮辱了他 布林肯在上海的第一日行程 安排得非常频密 他也访效了本月初访华的财政部长 参与野论展开了美食外交 游览上海御元老街 品尝著名的蓝牆小笼包 又去到体育馆欣赏中国CBA男子篮球赛事 展示对华友好的姿态 布林肯又在上海外滩自行录制了一段片 他就说 我刚刚抵达了上海 致力于解决对美国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芬泰利 是18至49岁美国人的主要杀手 他说 习近平和拜登上年年底在三藩市会晤时 同意合作以防止芬泰利及其元料流入美国 他又说面对面的外交交流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够避免判断失误 出众美国人民的利益 美国至今都没有正式整类列管分泰利类物质 但美方就向外转嫁矛盾抹黑中国形象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孙泰一 就用了16个字来概括布林肯今次访华之行 就是走走形式提提要求 传达变化期待进展 但有人就认为 16个字太多了 4个字就够 即是招摇撞骗 外交部日前指出 希望布林肯访华主要聚焦五大目标 包括树立正确认知 加强对话 有效管控分歧 推进互利合作 以及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但布林肯访华之前 就先疯狂攻击中国 美国继续双重标准 濫用中国的善意 中美关系要如何改善呢?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以及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6点 和大家焦点短打 拜拜